主動脈玻璃是高致死率的急症 耗發於高血壓有吸煙習慣的中壯年 典型的症狀就是劇烈的撕裂性疼痛 依靜於血管B玻璃傾響範圍可以分為AB兩型 治療方法包括開刀、藥物還有圍刀管 而在台東地區每年大約有7到10名的主動脈玻璃病患 透過東馬24小時的緊急醫療 治癒率是達到9成 從前胸到後背強烈的撕裂痛 是主動脈玻璃的典型症狀 一旦發病每小時會增加2%的死亡率 是心切管疾病中不常見 卻致死率很高的急重症殺手 主動脈會發生玻璃是因為血管內壁 血壓過高形成裂縫 進一步造成血管壁層與層之間的玻璃 玻璃範圍影響到生主動脈的 被稱為A型主動脈玻璃 距離心臟最近風險最高 至於B型則是以降主動脈為主 風險較低治療方式也有所不同 前面的生主動脈的話 目前還是以傳統手術治療為主 那繞到背部之後有所謂的降主動脈 那首選還是用藥物控制血壓 那如果相關併發症的話 目前也可以用導管的方式去做進一步的處理 台東地區每年約有7到10名主動脈玻璃患者 過去5年當中約有9成病患被成功救治 且恢復良好 而台東馬街醫院在去年8月再增加一位醫師人力 今年心臟外科急症已經達到零轉出在地醫療的成績 那目前外轉率從最初我剛來的時候的第一年的 從20位啊 目前已經降到今年已經是完全是零位了 預防剩餘治療 高血壓和吸菸是主動脈玻璃的危險因子 呼籲民眾每天監測血壓數值 收縮壓控制在120毫米鞏柱 若有抽菸習慣應盡快解除 警察會台東是報導 就是一种